最近我看韓劇就叫做Penhouse 至於為什麼這套劇叫做Penhouse 就是在說這群人住的地方 WOW 這就是我夢想中Penhouse的風景 它真的有超級大面窗 唉 我不可以再看了 大家 完全是擔悟我工作的進度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看一套韓劇叫做Penhouse 我其實不是一個經常追韓劇 或者直接追劇的人 但如果我能追劇的話 因為他就是好笑 譬如我看Friends Big Bang Theory 要是他要救狗血 最近我看韓劇就叫做Penhouse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他就是在說韓國一班社會的上層 有錢有勢有學歷 這一班社會的尖指 他的人生是發生了什麼drama 至於為什麼這套劇叫做Penhouse 就是在說這班人住的地方 通常是韓國最有錢的那一群人 要不就住獨立屋 要不就住在豪華公寓的最頂層 通常是韓國豪華住宅最頂層的Penhouse 景觀會好一點 設備會好一點 樓底又高 在這套劇裡面 最最令到我覺得 嘩 為什麼可以這麼漂亮的呢 就是其中一個女主角 吳韻希 然後我上網做了一輪功夫 剛才發現原來吳韻希 在這套Penhouse裡面用的護膚品 就是我之前拆肩而過的客戶 這次終於合作到了 就是Medicube的出品 這隻韓國女明星御用的護膚品 我自己已經連續試用了超過兩星期了 其實用沒有第七天 我已經知道這條片我摺了實在沒有吃 所以現在補完劇就來跟大家一起做一個韓國女明星的皮膚護理step 那我現在是完全素顏 但是我就有滑眉 還有有塗有色潤唇膏 畢竟我拍片也要對大家眼球負責任 但是皮膚就真的什麼都沒有塗的 那這一隻這麼厲害韓國女明星級的護膚品 就是來自Medicube的 第一支就是Deep系列的維他命C安瓶 另一個就是Deep lifting的緊緻眼相 這兩個加起來的效果是真的超明顯 還有我覺得最近皮膚漂亮了 有部分原因都是因為我轉了喝檸檬水 檸檬裡面的維他命C的體量美白效果很好 好 第一個step我就會先塗這個維他命C的安瓶 這個安瓶它最大最可見的功效就是退黃 令到皮膚沒有那麼沉 還有解決皮膚膚色不均的問題 當然在皮膚彈力方面它都可以先改善 可能很多朋友都會問安瓶和精華有什麼分別 通常安瓶都會比精華濃3、4倍 而比面霜是濃12、13倍的 這個有寫有13.5%的維他命C 一瓶裡面的營養其實已經是普通精華的好幾倍 未開封的安瓶是這樣一瓶仔的 當你用了一瓶之後 才把泵再轉到另一瓶 就可以保持產品很新鮮 還有它的有效成分是保持Active 雖然安瓶的精華成分是濃一點 但是你看到它的質地是依然水潤的 在吸收和推延整個延伸的過程 都不會覺得很黏或者很難推開 試試塗它吧 我也覺得超療癒的 非常之快吸收也都容易塗的 我們平時真的有太多太多的exposure去紫外線 是會令到我們的皮膚變得暗啞 膚色不均 還有整個膚放變得不穩定 這個剛剛塗在上面 大概大概十幾二十秒鐘 現在已經完全吸收了在皮膚上 剩下的就是一些滋潤感 還有望露非常保濕的皮膚 這款Medicube的安瓶 我覺得可能香港人 甚至還沒習慣用安瓶 都會覺得它不會讓皮膚溶黏黏 或者覺得很厚重 很有負擔感 它裡面除了維他命C之外 還有一種很漂亮的成分 叫做Alpha紅蕨藥 這款成分其實是 譬如舒緩色素沉澱或者提亮膚色 是非常好非常漂亮的一個成分 但是大家要留意一下 維他命C尤其是這麼高濃度的維他命C 它是很怕高溫和聚光的 不要放太陽值曬到的地方 可以的話建議大家放雪櫃 而且你也看到整個瓶身連起來的那支管 都是啡色 正正為了阻擋光 熱和氧化 讓裡面的產品和 active ingredients 可以更加新鮮 大家看了我幾年一定都知道 我不是天生禮質 我皮膚都很差過 我是從蠟黃走到去 今天都用了很多時間 走了很多彎路 那麼多年來 我自己真的發展成為一個對美白產品 或者美白的養生習慣等等 非常之有興趣 這款Medicube是真的在今年2021年 我試到最update 在美白提亮光顏膚色這方面 做得最好 還有效果最明顯的新發現 不過有件事要老實地跟大家提醒 我第一次用它的時候 臉是有一點點刺刺的感覺 到後來我真的去問品牌的同事 他們就說原來好的維他命試 因為它濃度高 還有裡面的成分很漂亮 H值就會屬於酸性 第一次跟皮膚接觸的時候 是很輕微 好像有一點點刺刺的感覺 是正常情況來的 去到你用的次數越多 其實這種刺刺的感覺 也會慢慢消息 下一個就來塗眼霜了 這支產品我真的覺得 相逢恨馬 就是Medicube Deep系列的緊緻性態眼霜 我自己幾早開始就用一些去眼紋 或者去一些細紋的產品 所以托賴我現在都30歲 但是我基本上沒有什麼眼紋 臉都算是平滑的 不是皺皮的 我試用了的時間不長 可能三個星期 但是它減淡皺紋 有些剛剛初起的右紋的效果 真的很快 其實人去到一定年紀有皺紋 是不可抑 因為我跟你說 去到現在30歲 我一條皺紋都沒有生過 那就是騙你的 其實我自己第一條魚美紋 我在大學的時候已經發現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很喜歡擦眼 就是讀書讀得累 狂擦眼 這些位置就會因為拉扯 而有些右紋 所以那時候我就知道 我就真的從20頭 就開始塗眼霜 塗一些去細紋的東西 那這款它是做了很多科研 大量人力物力去研究 裡面含有20,000ppm的性態複合物 主要就是針對眼部的細紋 以及一些初起的表情紋 那我之前用眼霜 譬如我自己靠櫃去試一些眼霜 那些BA都會跟我說 啊 眼霜只用在眼 因為眼霜比較rich 如果用在面部其他位置 就可能會起油脂粒 它跟我之前用過的所有眼霜 最不同的就是 裡面有一個叫做 3D Tensionsome的科技 就是令到它這支眼霜的成分 是特別混和 所以不單止可以用在眼 整塊臉都可以用的 你覺得哪裡有細紋 譬如嘴角因為太乾 我經常都會有一些 右紋在這些位置 然後會爆開 那我會用在嘴角 有一點法令紋想生出來 我會用在法令紋 那成分方面它是有7種透明質酸 7種膠原蛋白 7種彈性蛋白 全部都是給我皮膚更加有彈性 拿到整個方面的飽滿度 是可以改善到 其實我現在想起我多慶幸 我從小到大不停出眼 令到我20頭的時候 我發現自己第一條眼紋 我就走去用一些抗老抗皺的產品 我經常都在想 如果我真的30歲 看到自己多了很多紋 我才開始用這些 就是無論多厲害的眼霜 或者除皺產品 可能都真的會太遲了 所以30歲的小禮物 我真心推介大家20多歲 不要恃著自己年輕 你拿一塊鏡 認真看看自己的臉 是不是開始有紋 如果有的話 其實就紋管理 在20多歲已經可以開始了 那眼就一定要塗的 最多表情 然後也很容易有磨擦的一個部位 我自己也喜歡塗在唇周 因為我是一個嘴唇很乾的 而且一乾會蔓延出去 它全面可以塗這個東西 真的很加分 不單是抗皺的 而且我也當作是臉霜感 因為塗上臉 它也有一個很舒服的滋潤感 保濕度 其實這兩個產品 在韓國 我覺得基本上是不用找KOL買廣告的 因為它本身在韓國內銷 已經買得非常之好 經常性拿獎 不是它上市到現在 聽說已經是第七輪秀樓 是很難買的 好了 那母員夫 其實今天我也有一個超級high的行程 我今天訂了一個 韓國江南區的Pent House 去體驗一下Pent House這套劇裡面 一些韓國的上流人士 他平時的家庭生活是怎樣 所以稍後就會出發去我之前 訂那間Pent House的樓 我也很期待 而且我也很久沒去過江南 我們已經收拾了行李 然後現在東西在車上 有一點點去旅行那種興奮的感覺 現在我們就向江南進發了 但是我們一看過navigation 立刻那個high的火沒了一半 因為要整個小時 出發 我們這次住在最高那層22樓 Pent House一定是在最高那一層的 這棟桌子本來也不是太高 最高也是22樓 來到啦 這裡就是個圓關位 哇 正常的家庭圓關 真的闊落很多 這邊就是鞋櫃啦 這個就是我夢想中Pent House的風景啦 它真的有超級大面窗 還有窗的角度是一定大過30度 還有這裡的樓底也挺高 雖然我們這次來時間已經遲了一點 現在差不多6點鐘 今天天都黑了 但是我想夜景這裡也應該挺漂亮 哇 不如你看下面那條街 塞車塞到這樣 很漂亮啊 雪景 雖然我現在身處這裡是22樓 其實香港大家應該不會覺得太高 但是韓國樓其實沒有香港起得那麼高 還有這裡剛剛我進來的感覺是比較傳統的豪宅 其實它的樓齡應該也有一段時間 前面可以看到河景 然後再裡面蠶式的那個商場也看到 雖然現在有點茫茫的 想像不到住在這裡的人 每天都看到這個首爾的時貌是什麼感覺 我身後的就是開放廚房的位置 其實很多韓國家他們都沒有一個separate的房間 但是廚房通常都是一個separate的 然後再加開放廚房的位置 但是呢 韓國的比較大一點的單位 開放廚房的位置是非常之大 香港人來的 這個separate是可以坐到我想10個人都OK 就是平時吃飯可以在這裡吃過頭盤 用杯紅酒 然後主婦就是在這裡煮菜、切菜、洗碗等等 這個Airbnb裡面都已經有一些基本的煮食 以及吃東西的器具 武記菜這裡有兩間房間 第一間房間就是這裡 有兩張都叫做double bag 其實我覺得這間房間很應該改造做主人房 如果這邊是把兩張double bag變成一張king size的菜 因為呢 轉了轉頭這個位置 是一個梳妝的空間 還有 浴缸上面呢 嘩 是對著這個首爾的市景 跟廳的景是差不多的 好了 這個空間就是這間屋的客廁 咦 為什麼這麼多紙巾呢 搞什麼不衝刺呢 好 第二間就是客房的部分 這個空間就小很多 拿來都是一張double bag 然後這裡有一張書桌 然後就是一些衣櫃收納等等 So nice of you But we don't need some clean WOW so nice of you 我有沒有看錯一碟菜心呢 要九千萬 九七六十幾塊一碟菜心 就是這裡 是我韓國吃過最好吃的點心 叫了個叉燒飯 看起來也OK 這個顏色炸 好像有點不油膩 好像有點不油膩 吃不完 最後打包了點心 還有腸粉回去 香港人吃了五萬元 三百多元 我帶了很少東西 我只是帶了下妝水 眼唇卸妝 還有下妝面巾 夾頭髮的東西 還有就是medicube 這兩支精華和抗皺眼霜 沒有啦 明天回家的時候也不用化妝 所以戴這些就夠了 現在塗完護膚粉 就可以專心去看電視休息了 我最近睡得不太好 雖然很早會眼睡 但我常常都是中間會起幾次身 或者早上很早倒是那麼早起身 所以希望可以在這裡休息一下 應該好像還沒跟大家說 問到她的邊緣 到現在是Pecita的家 她們今天又有個play date 約了一齊 我今晚就可以跟小巴西來這裡 真的二人世家一下 我每次都很喜歡 我剛剛塗完護膚品的狀態 整個皮膚是飽滿 很水感 還有很舒服的感覺 但一點都不會黏黏的 一直用medicube 這兩個產品都大概兩三個星期 真的覺得它的效果很有感 今天的第七月開始 看到皮膚、膚色、膚質上面 有一個很明顯的轉變 如果大家都想在冬天過去、夏天來臨之前 可以快點幫皮膚做一個底層的體涼 兩白改善膚質的話 很強烈建議可以試試這兩個護膚品 看電視看了快12點了 好眼睡啊 要睡覺了 明天一早上要去接花蚊度 在這裡 真的有一種心狂神異的感覺 第一次住Penhouse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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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房子感覺很低 我喜歡 這房子很舒服 應該很舒服 在這裡 想移動在一家裡嗎? 我們可以移動到一個座房子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